欢迎收看小高 2024年12月13日 湖北省贤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对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原主教练李铁案公开宣判 李铁被以受贿罪 行贿罪 单位行贿罪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 恕罪并罚 判处有期徒刑20年 李铁落网细节 上课时被叫走 李铁 1977年5月出生于沈阳市 前中国职业足球运动员 场上四职中场 作为运动员退役后 他曾在广州恒大 河北华夏幸福 武汉卓尔等俱乐部执教 及担任管理层 2020年1月至2021年12月 李铁担任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主教练 因试育赛亚洲区12强赛成绩不佳而辞职 2022年11月 李铁官宣被查 本轮足坛反腐拉开大幕 凤凰卫视纪录片反腐风暴 从足坛到体坛 披露了他被带走接受调查的细节 11月9日 李铁与其他很多教练员 在大连上教练员培训班 当天 一位身份不明的小女孩 来到教室告知所有学员 上午的学习很重要 任何人不能因为任何事情离开这里 也不得请假 讲课开始后不到五分钟 这位小女孩再次出现 悄悄来到李铁的座位 表示 李岛外面有人找你 李铁就站起来 什么也没拿 她的笔记本 双肩包 甚至连手机都放在座位上 出去以后就再也没回来 还缺席了培训班的合影留念 曾花300万 买国足主教练职位 2024年1月 电视专题片持续发力 纵深推进第四集议题 推进三部辅播出 披露了足球领域腐败案情 国家体育总局原副局长 中国足球协会原党委书记杜赵财 中国足球协会原主席陈虚元 以及李铁先后出镜忏悔 专题片披露 李铁两次带队 升入中超 背后都是大量的假球 他尝到甜头后 就主动向俱乐部推销假球 后来 为了当上男足国家队主教练 李铁一方面游说 卓尔俱乐部出钱帮他做工作 表示 如果自己能上位 也会在多方面回报俱乐部 俱乐部为此拿出200万元 向陈虚元行贿 另一方面 李铁觉得 时任足协秘书长刘毅也颇具话语权 于是又自掏腰包 送给刘毅100万元 确认获得男足国家队主教练 这个职位的第二天 李铁就飞到武汉和卓尔俱乐部谈交易 李铁与卓尔俱乐部 以总额6000万元的金额 签下了一纸所谓的合同 实际只是以此为幌子 来掩盖权钱交易的本质 随后 他很快将卓尔队的四名球员 选入了国家队大名单 涉案多人已判刑